今次跟大家說說M11的皮套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說說這個Leica M11相機的皮套 其實M11已經出了一段仔的時間 有不少的朋友已經買了這個Leica M11相機 那麼貴的相機好好保護它就是必然的 難道讓它化了的時候才去考慮買皮套嗎 通常好像現在這樣 這部是M10來的 我們經常花的位置 多數就是背帶部分旁邊這裡 我背著它 有時候走的時候動來動去 這兩個邊位是很容易花的 這部已經是銀機 其實在電腦已經很硬了 但是都離不開被畫花的額運 這個爪眼看起來好像是髒了 其實已經抹不掉了 這個就真的很可惜了 其次就是機頂 但是機頂就貼一個保護貼下去 就去保護機身 其實機頂花的機會就不是很多 還有就是機背 機背就周不時就是說 那個Display那個面 可以有保護貼賣的 可以配上保護貼 那就不會弄花機身 因為那個機面是有觸控的 現在變成之前那些藍寶石面 就沒有再用在M11上面 還有容易花的地方 就是這個機底 機底的位置 是比較容易花的 有時候放在桌面 不是說代表你每一個位置都是光滑 有時候可能你出去拍照 那你放在那裡 可能那個是一個地面 或者其他的表面的時候 它凹凸不平 你一旦撞下去 那就花了 這次介紹這個皮套 就幾針對我們最容易花的位置 這個皮套是比較包裹得比較高一點 尤其這兩個耳朵的位置 很多時候是會忽略了 或者是因為就回機身造型去做的時候 避免不到耳朵的位置凸出來 變了很容易弄花 而這一個就是它故意開一條坑在那裡 變了皮套可以上去的時候 可以入到下去了 而又會保護到機身 兩邊左右的位置都是一樣 而至於後面呢 也都是包裹得很好 那譬如說只是塗一些按鈕出來 現在按鈕的位置是比皮套低了下去的 那就是一般的情況呢 可能你有皮帶扣等等 那都沒有那麼容易會卡到它了 而就是那個顯示器那裡 就下了玻璃面 那就可以防止刮花的了 那很多時候呢 可能你會擔心 那喂 我有換電 又要換卡 那我每次又安裝又拆 那就很煩 欸 沒錯了 那這次這個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因為它可以呢 譬如說現在這個情況 那換電 那一樣可以有位置 讓你換到粒電 那電裡面有個SD卡槽 那就可以拆到 那可以拆到 那張卡槽出來 那還有呢 就是說 可以加到Triple 因為螺絲位呢 它繼續保留 延伸了出來 那還有一個 很有心的 就是有一個鎖匙仔 讓你呢 可以呢 領回這個 螺絲領緊 領鬆 這樣 是很方便 然後用完之後呢 它有個瓷吸的 吸回去 那這個皮套底呢 也是有個瓷吸 那吸回去呢 那就不會說 很容易掉出來 那這樣了 那還有呢 很重要呢 就是有一個小手柄 那手柄呢 很多時候 因為Leica的Wingfinder 相機呢 是 四四方方的 沒有什麼地方呢 去握住相機 那所以呢 有一個手指位呢 就會方便很多了 有時候你少少低脫的時候呢 那你拿著它呢 就不用說很大力地握住了 因為你會 潛意識呢 就會覺得呢 要拿緊一點 那變了呢 就 其實挺累的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而有一個手柄呢 就其實你會沒有那麼累的 啊 除了現在這個 大象灰之外呢 就還有其他不同的顏色啦 那 不如最常見呢 就是這個黑色啦 那配上一條背帶都是黑色啦 那 那個長度呢 一般的身形呢 就可以斜背的 那有時候就會方便一點啦 因為斜背 你可能 旁邊呢 那你背的話 沒有那麼容易跌到啦 那你要拿出來拍的時候呢 發過來呢 一拿就可以了 那變了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 那 還有是這個 海歐灰啦 這樣 還有 還有 可能比較 Sharp 一點的 紅色啦 還有這個是 土耳其藍啦 那 每一款呢 都是襯托回 這個背帶的 考慮買 M11的朋友呢 那就記得了 買機的時候 記得買皮套 不要等你的機 花了呢 才去後悔啦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我一個 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